歡迎大家繼續收看城市最極 我知道大家很心急想知道 Roberta所開的伴遊公司的運作點 還有這類有外籍女性做伴遊的公司 來找他們的客戶又是甚麼人呢? 通常客人打電話給Roberta 他都會先查清楚一個客人 是不是真的住在他所說的酒店 然後就會問清楚客人的要求 再透過叫伴遊去指定的酒店房間 伴遊到了之後 會幫伴遊公司收了介紹費 然後就會打電話回公司 確定已經到了 之後的事就跟伴遊公司無關 究竟會不會有客人提出特別的要求呢? 她說那一位客人問她把衣袋盤盤盤 他要求她把衣袋盤盤盤盤盤 真可憐 但是他要支付之費 另外,Roberta說,他們不用登請人廣告 因為女生看到在黃業的廣告就會自己打電話來應徵 只要他們有電話機和住近地的站都會有機會面試 因為有電話機就會比較容易聯絡 而住近地的站就方便去見面 人客的年齡方面就由30歲到70歲都有 八成以上的人客是外國人,以美國人就佔多數 剩下一成多些就是本地人 很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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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 真的很性感,聊天和健康 以Roberta由於做伴游而認識的朋友 遍布世界各地 他說無論去到哪裡 他都可以找到朋友去招呼他 真可謂雙交遍天下 伴游工作亦令Roberta經常要保持最佳狀態 他說很喜歡一整天可以穿漂亮衣服到處去 不知道本港男士對外籍伴游怎麼看呢? 金頭很漂亮的女生給你一些服務 譬如說和你逛街陪你去看電影 你會不會給錢買這些服務? 我想不會 對, 我也不會接受 我想不會接受 你會不會? 不會 會不會? 可能會 即是可能會? 對 為甚麼? 悶悶, 找去宵夜遊樂一下 還有好奇 對 顯然只有少部分本地人會因為好奇 而光顧外籍伴游 但他們主要的顧客對象 大部分都是外地來的旅遊人士 到底當中有沒有牽涉一些色情的成分在內 就不得而知了 聽到Roberta遇襲的情況 令我想起電影裡的驚險的劇情 說到劇情, 最近本台有個劇集 再見逆時老婆就因觀眾很大迴響 對, 這部劇集明晚就大結局 但這幾天有很多觀眾寫信來 和打電話來要求我們改了大結局 到底情形是怎樣?我們看看 這部劇集自課映以來大受歡迎 收視節節上升 在這兩天就有大批觀眾打電話 和寫信來看電視台 反對的大結局是夫妻團圓的 對, 這批觀眾有男有女 年齡從二十至四五十歲 他們非常緊地反對陳秀文 最後是選擇一個沒良心的姜大偉 而放棄了這麼好的陳啟泰 這部劇集的引起這麼大的反應 其實是反映了甚麼現象呢? 尤其是女觀眾 是否因為他們對兒女的問題特別關注呢? 昨天再見逆時老婆舉行慶功宴 向新聞界展示近期收到的 觀眾全真來信 有一批著名是主飯婆的觀眾說 如果是大團圓結局 對現時社會道德實在有負面影響 這份就是觀眾聯名簽名的反對信 好, 劇集監製和幾位主角 又有甚麼看法呢? 至於這個結局 其實我們創作組 在構思這個劇本的尾的時候 我們考慮過的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真的把余禮和 一個就是和現在的結局 嫁回余禮和去整個家庭完整 但是當然我們希望… 因為事實上我不想做個悲劇出來 到最後是… 是… 師奶和家庭 甚麼都沒有 只有醫生 我覺得不一定是幸福的 為甚麼不要大團圓? 其實大團圓很好 我自己如果身為個人來看 我都會給一個機會 於禮和去改過 因為可能… 其實故事一直發展下去 他也有一些值得同情 和可以原諒的地方 馬子瑜醫生這個人是很好的 根本可以說是現今世界的恐龍 絕跡了 完美 是, 我覺得那個女主角 應該和醫生在一起 因為姜德偉飾演的角色 實在是非常壞 如果你看的時候 你會替皮婆四思考的話 他始終很喜歡我丈夫 我想他最終的一句 都是想回到他身上 如果你們替皮婆四 應該支持他才對 昨天我們一收到這封 觀眾聯名的信之後 就第一時間走到他們的辦公室 找他們問一下 為何要這麼激動呢? 嫁回她的醫生 就算沒有醫生 也不應該和她丈夫在一起 沒理由滾完再回頭找他 我覺得不可以 變得了我們女性的地位 沒錯 而且可以教育下一代 劇情可以說是子女 慢慢慢慢接受這件事 對, 因為現在的離婚率這麼高 應該是教那群孩子要這樣接受 而不是用要脅的方法 讓他們兩個在一起 大結局肯定不會改劇情 這次觀眾這麼大反應 可以反映到香港人 尤其是結婚的 對於最近很多婚外情和二奶問題 都非常恐懼和擔心 他們都認為變了新的一方 應該受到應得的懲罰 是不值得原諒的 那阿貝又怎麼看呢 其實我覺得 人難免都會做錯事 不過最重要其實是看他 一個人做錯事之後 他會否覺得自己是做錯 還有他做錯事之後 他的態度是怎樣 我覺得如果一個人 知道自己做錯事 會改過的話 其實都應該給他一個機會 我們昨天還為了這件事 馬上去四出追訪市民的意見 嫁給一個醫生 應該嫁給一個醫生 根本嫁給一個醫生好一點 嫁給一個醫生好一點 嫁給一個醫生 我覺得不是真的滿意的結局 因為我覺得 好像鼓勵了一些男人 老婆走 自己有外遇 看死女人一定會回頭 這樣我覺得不太好 根本不是要自己的 去完又回頭 可以接受 但你去完之後 你不是自己不要別人 是女人不要她 錢就花光了 然後才回頭 經過門口 有幾塊東西 不如走走又去看看 是不可以的 尤其是香港人 這麼流行鮑兒 那些男人 太過不負責任 我覺得現代女性 是不應該給她機會 嫁給她老公 我想她投回她老公 我也要回她自己的丈夫 嫁給她的前頭褲 不要走 為甚麼呢 她又這麼壞 她這麼壞 她雖然是壞 她又被那個女人迷過去 你明白嗎 你看這位婆婆 還激動到想哭 而在這麼多來信之中 有一位是在中文大學任教的 媒介分析員 她還主動接觸我們 說說她對這套電視劇的看法 我想現在香港有外遇 有婚愛情是很普遍的現象 陳秀文是這種傳統婚姻 那種典型化、理想化的化身 但是現實也是很多外遇 變成在現實和理想之間 都會有衝突和矛盾 再見逆氏老婆引起觀眾 對大結局這麼大反應 是否顯示出香港人 尤其是婦女對於丈夫有兒子的問題 作一個公開的確議呢 同時 是否現在的人 覺得愛情婚姻越來越沒有保障 所以如果對方對自己不忠 就不會給她機會補救 也不會原諒她 不知道陳秀文這四句真言 大家聽了之後有甚麼感受 再見逆氏老婆 其實是說離婚有復合的問題 但是昨晚有三對新人舉行婚禮 他們是我們很熟悉的樂壇偶像 究竟是誰 梁漢文、湯寶如終於結婚了 鄭秀文、許智安行中式婚禮? 如果他們真的結婚的話 我想他們也會搞個 跳脫裏、跳脫褲的婚禮 但是好像鄭秀文的性格 他怎麼肯穿得那麼傳統 玩玩就無所謂 湯記和Edmond這一隊 似乎是理真的 好像很投入 如果這兩對全民中的戀人 真的結婚 會怎樣呢? Edmond,不是和我一起拍拖 那跟誰一起拍拖? 沒有 如果他一起拍拖 我不會犯人 小偉跟凱俊傑有傳聞? 好像沒有 其實這個表演叫三個婚禮 一個大禮 找這三對歌壇偶像 大創樂萬千光而已 對 說說說 最近真的有很多傳聞 說湯寶如和梁漢文關係密切 有多濺? 今晚肯穿婚紗 是否想把地下情變為? 地上情呢? 太傻了 我想如果是就一早就對了 對 就是他這樣說 因為可能我們太… 大家知道大家的性格是 不是說大家理想條件 那個… 他喜歡腦袋的 我喜歡腦袋 不是 我比較喜歡成熟一點 他喜歡長髮 我們短髮就不適合他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不肯承認嗎? 算了,我們已經預料了 你看看這一隊 這一隊就是公認自襯的一隊 穿起群寡禮服之後 不知道有沒有結婚的衝動呢 我們紙談風月不談婚事 我們紙談風月不談婚事 對吧? 對 今天不涵了 簡直沒什麼好問 我知道你現在的樣子… 讓我們開心一下 快幾人… 為了… … 快拍賊… 快拍… 他… …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